王校長 王校長 各位教授學者 各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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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歡迎大家來到這次的研討會 我們今天也都在庭幕 所謂的塔門戰爭 這個120周年的座談會 我們希望在歷史 也都一起做個反思 在這裏上當中 我所見到的 我知道大家都是有心 而去學習 也都是有心在這裏 教授神都的一班 辯青的朋友 和中國歷史科的成功 為了大家 有心思 教好這件事 我是很高興 在這裏的宣假期間 大家也都無事休息 在這裏的平方 希望在這裏的講解 教授當中 有所得益 不單止在這裏的市場 都有更加真正的知識 也都希望 和他們一起反思 在這裏面的歷史 對這裏面的關係 或者這裏面的 非常之高興 第一次我們 參加這裏堂堂會的時候 這裏面的朋友 主要是兩種身份 這裏面的朋友 這裏面的中國歷史科 和歷史科的教師 這裏面的同學 這裏面的身份 參加這裏面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都應該 好好地來問一問 先來請那些同學 修復中史歷史的同學 去想一下 到底我們為什麼 要學這裏的歷史呢 除了說 因為這裏的歷史 在我們的課程裏面 是包括了一段落 或者說是要考的 歷史科就差了一點 不過都對的了 歷史科雖然從五十世紀開始 但是總盟會 190年開始教的 老師很多時候都是 1895年 教育戰爭 教育 他雖然說 他在課程裏面 我們考試相關 但是細心點想一下 我們為什麼要學 教育戰爭 在這個學習當中 我們應該反思 想些什麼呢 這場戰爭 舉個例子 和以前中史 講到的肥水之戰 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讀鑑五戰爭 和肥水之戰 兩者之間 是否應該在學習的時候 或者在我們學習的意義上 是不是應該有所不同 同樣被我們做老師的 我們教這段鑑五戰爭的時候 我們教這個中國的戰爭 和這個教學生 這個吳三桂 打開這個關門 讓清兵入關這些歷史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我相信今天我們幾位的嘉賓講員 幾位的教授和學者 他們會給大家豐富的資源 來思考這個問題 不是每一條歷史 都跟我們有切身的關係 間戰爭跟我們有沒有關係呢 它已經過了一百五十年這麼久 為什麼到今時今日 我們還要進行反思 同樣我們今年 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百周年 當我們思考這些重要的日子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多想一下 我們出席這個研討會 參加這個座談會 到底在反思的時候 這段的歷史 和其他值得反思的歷史 對我們會不會有不同的意義 那時候我也特別多謝幾位的教授學者 他們在白門安足 來對秋空去負責這個研討會 他們不單止在之前 召開這個參出席的會議 也都為今次的研討會 寫下了他們的廣大的卷要 也都預備了很多的功夫等等 他們用了很多的心力 來去準備好這一次的講座 希望各位老師和同學 在他們當中 都得到最多的歷史 多謝大家 今日關系研究專家 黃天先生 還有香港教育大學 社會科學院歷史系 是主任教授 孟敬申先生 現在是孟敬申教授 也都會同時兼入我們研討會的主持 有請孟敬申上台 與此同時 我們中日教育先生 150周年研討會正式開始 大家好 剛才私怡來到 會有一些暫身或是生泳的觀點 跟大家分享 這點我又不敢這麼說 但事實上 就說隔離這場戰爭 尤其是大家很注目的一場 叫做黃海大戰 或者叫做大東溝之戰 是一個焦點所在 因為如果我們看回那個時代 大概是1894年的 9月17日 打完戰爭 當日有兩隊 叫做東亞最龐大的海軍 對戰 如果再看回中日兩國 現代化的步伐其實都接近的 都是大約在1860年代的時候開始 大家做的事都是接近的 因為那個時代 我們所理解的一個叫做現代化 當時人們不用現代化這個字 但當時中國或者叫做戰強 日本也會用名字衛生這個字來形容 要強大 那一定有些指標 跟誰呢 哪些是證明到一個國家 那個軟硬實力都強的呢 很多方面 但是大家比較容易看到的就是 經濟實力 看看這個生產力 對外來說 軍事的力量 國安實力 還有就是教育水準 究竟人材的樣子 大家都是沿著這些方向去做的 但是有沒有一些指標性的呢 會不會在個別的重要的 國際的事務上面 或者在戰爭上面 有一些具體的成績看到的呢 雙方都不可以說是 積極去爭取這件事來做 但是要在這些事件上面 先才看到自己的實力去到哪裏 如果大家看看兩個國家的走向的話 中國就開始進入一個更先進的一個改革時期 也都開出了這個革命的路線 開展了中國之後 近20世紀的那個新的年貌 那日本來說呢 就是教育戰爭戰爭之後 接著我們會想到整個東亞的發展 包括大規模的就是 一個04至05年的日韓戰爭 然後參與一次世界大戰 在2020年內的整個均勾與擴張 走了兩條完全不紅的一個路 所以這個戰爭呢 我們不可以一下子就說 將兩個國家的命運 遞於這一場戰爭 但是呢 它於兩個國家的進程 事實上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而黃海大戰為什麼重要呢 如果我們喜歡戰爭的朋友呢 我們會想 今天呢 我們強調的是 除了我們講核戰之外 我們講三部立體戰爭 海洞 在那個時代來說呢 沒有空軍 但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空軍才投入 但是呢 水綠的兩制作戰呢 是重要的 因為呢 打起仗上來的時候呢 海軍永遠行得大陸軍 因為呢 如果你在陸路上面呢 士兵慢慢沿著陸距推進呢 跟那個海軍的相距呢 是有相當之大的效率上面的距離 所以呢 如果你說海陸兼地的國家呢 在作戰上面呢 一定勝於只有陸軍的國家 那也都因為這些黃海大戰呢 一打完之後呢 那中國的整個海洋水師呢 就已經無力再戰了 那無力再戰結果呢 就是整個北部的水域呢 都陷入這個日軍 可以隨處登陸 配合他的軍裝戰 那變成呢 就是中國不說再去抵禦了 那終於呢 就是去到195點鐘的時候 就要求和了 那又簽訂了我們定義為相當大的 實質損害和屈辱的馬關標準 那所以呢 所以呢 當打完這陣戰爭之後呢 那日軍呢 就在海那裏拿了一個制衛員 那變成了呢 就說中國的軍隊呢 就再走進一步去抵禦他們了 那所以這陣戰爭呢 影響力大了 真的是很大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講這個 這陣戰爭呢 講那個成大關鍵吧 那什麼呢 講這個 這個 成大關鍵之前呢 我們講回 剛剛過了那兩個月呢 很重要的事件呢 我呢 講一下世界盃呢 那這陣戰爭呢 7月8日和9日的時候呢 大家 其實巴西迷呢 就很沉重的心味 那又出現了一層很大的足球場上的宰殺 那麽就有錢給一個健康呢 那麽呢 就跟雙方的球員的表情 表達出來 那麽講足球 那麽講這件事呢 那麽其實呢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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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最重要的合作 這是標準答案 實際上是否說 我不敢說不是 我不知道 但如果喜歡足球的朋友 都知道現在的足球拍宵友很厲害 我除了看外國的足球集志 香港有些Vlog都寫得很好 例如說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有個網站叫做Fanties 我經常看 有些網站其實很好 如果到今天我們講 討論回德國足球的想法 大家已經看過很仔細的問題 大家經常講德國的清分成功 拿一個很簡單的指標 為何德國會那麼成功 不知道英國會那麼成功 原來在清分的固項上 原來德國的A級教練 達到MEFA水準 A級教練是差不多2千多 3千人 英國是多少呢 少於200人 我們這樣看的事情 其實就是很多事情發展 背後有很多發展 微細到我們聽不到 但是累積起來 那個效果是 我們真的從實況上才看到的 我們不可以很簡單 叫做一個很簡化的答案 是假波 不簡單 因為我們說真的 如果在這個 中日革命戰爭的時候 有一段很長的時期 都流傳著一個故事 都是我們覺得 過得簡化了 性敗關鍵的一件事 這個故事引用過 譬如唐德光先生 其中萬千七十年提及到一件事 直到當天中日的打仗之前 規洋艦隊曾經訪問過東京 去到的時候 這個東京灣的防衛首將 和日本的海軍高層 一見到他的規洋艦隊 來到軍運動性大的時候 都為之被他震懾到 因為他數據顯示 中國的艦隊當時被 有名為世界的排名第六 或者也有一個廣法是排名第八 主要是看他們的火炮 很厲害 和敦衛等等 所以日本也很忌憚 故事引用說 當艦隊進去之後 後來看見他這麼誠大 大家很害怕 後來日本的長領也看見 不足為居 為什麼呢 因為被見到這個男女 在旗艦上的定軟墓上 主砲掛了幾條褲 這個男女 方的官員就說 中國男女不足為居 因為其實主砲是很莊嚴的東西 現在當然中國的軍隊 都在上面掛了一條褲 正如他們對於軍隊的認識 就是很有限 尤其他類推 就是說中國軍隊 都是得屬一戰的 這個我們說 就是一個所謂的 過度簡化的解釋 我認識了幾年的朋友 陳月先生 現在是威武衛的 革命戰爭博物館的領導人物 我一直都很尊敬他 也研究這個 中藝革命戰爭 不如藍隊 他可以說 是這一代 都是數一數二的人物 他曾經寫過這篇文章 作了很詳細的辯駁 其實說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第一件事 這些故事的源頭是怎樣的呢 其實都是一些 吹捧日本的象徵 一些作品 一直衍生出來的 進化出來的 最初 就不是說定遠藍的 而是說另一種叫平遠藍的 但是說一說一說 就說到定遠藍 他曾經看過很多數字 比如說定遠藍的那支主跑 被地是三米高的 其實沒有人會爬上三米高 都會落一條褲子 再加上他說 長時期主跑 通常都是在跑粒裡面 露出來大約兩米左右 根本也掛不到這條褲子 種種都用了很多的口具 而且這些故事都會形成隔離 就是一存在存在存 就變成了大約一身 所以我用兩個例子 去給大家的激動感覺 其實很多的事情 是比我們想像的複雜的 還有這條海戰 其實也是相當複雜的 就不是用一個很簡單 過度簡化的一個解釋 可以說得很不錯的 海藍就很重要 我和之前大家說過 如果你要打得贏 如果去到19世紀中業的時候 海軍甚至是一個國家 那個強大與否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我們想起 曾經很大的國家是德國 它的海軍是不強的 所以它的舞台只能夠在歐洲大陸 要再抗戰 沒有一個強大海軍都是做不到的 如果說到海灣海上力量不強大以後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馬山19世紀末的一個海軍論的作者 就是馬漢 強調到一個國家 如果真的要強大 它要有足夠的海軍保護者 你不要再相互利益 你也可以將自己的人 延伸到一個海域 可以先發制人 亦都可以 即是不投資的話 你只能夠消極地對付這個力量 也都會面對敵人的 好像經濟風鎖 所以這個國家平大 就要有海軍 但是海戰是一個很難打的戰身 我引用了醫學者的講法 打仗如果真的要決定這個勝負 始終都要下落地 你到今天來說 美國的打法就是我立地門兇 但最終你都要落地面的 所以你都很難說是一個叫聖敗 但是現代海軍依然有很多的重要性 譬如說它可以 你真是最終都是要落地的 那海軍可以做什麼呢 可以運送對方 去做軍隊的敵人心中地 可以用火炮去掩護燈獄 可以遠距離攻擊敵人的目標 運送軍需品 或者是側翼 在主力進攻的地方 海軍用側翼 那海就是很重要 但是呢 海戰也是很難操作的 因為呢 你的海軍要高度的主動性 要有機動力 要有速度 要有速度 否則別人快 你慢的話 那你會輸 對吧 其實也是很昂貴 很昂貴的 因為呢 你看一個戰艦 去做一個戰艦 那個驚慨是很大的 但是呢 一支魚雷呢 就可以做出很大的損壞 或者是現代來說呢 可能兩支度懶 就可以產生一隻戰艦 所以呢 投入的資源很大 但是要維持它呢 那個科技和那個實際的資源 要很大 那你打起上來的時候 其實港用南對方打起上來 如果我們想到19世紀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豪先進的旅行 沒有通訊設備 那你打起地面呢 你沒有地面戶的 海軍在海裡打起 沒有邊界的 然後呢 沒有路標的 你不知道你自己確實的位置 那天氣會改變的 那幾年前呢 那我們呢 就有一個很高興的 有一位外來的訪客 那他留在我們的體育半年 那他曾經是一個海軍的工塵兵 那我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就說 即是更加複雜 因為海上的生活其實是很困難的 因為呢 尤其是你面臨戰爭的時候呢 又沒有得休息 那隨時都要投入作戰的狀態 那所以就打起了很辛苦 那你打的時候呢 你又要逃避別人追蹤 但是你又要追蹤人 又要爭取這個主動 那你打起上去的時候 一隻艦隊裡面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戰能 那今天我們的主力 就當然是海武艦 那那個時代呢 你講到19世紀的時候呢 那打贏的就是Battleship 那戰艦是火炮很強的 然後速度就比較慢一點的 那巡洋艦呢 就火炮很強 但是續航力和速度都高的 那原來艦呢 就專門一些廉價一點的 但是那個十三才很大的 那每一隻的藍隻呢 都可以獨立作戰 但是呢 都可以運成一個團隊去作戰 那所以呢 那指揮呢很重要 當然打得很遠不好呢 那指揮呢 還有每一隻藍隻上面的機械師 炮手啦 水手啦 全部都是精彥的人才來的 而戰爭呢 也都可以是耗壞的 那幾個小時裡面呢 就可以有個很徹底性的結果 就是這樣的話呢 就要看一個續戰能力 那如果你第一波被人打敗了的時候 你有沒有第二 那以梯隊可以繼續接戰呢 你那個所謂的續戰能力夠不夠呢 那如果你打完之後 你又要有軍黨 讓那些藍隊去棲息 要他們去維修等等 那所以你 我們中逢中看到它的因素的話 那一對好的海軍 在戰場上面打得贏 那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得多 那所以我們都可以看到 就是後來成為真正的海上的國家 其實就不太多 今天我們說 就是中國一直都想追逐這個海軍的強國這個命運 但是呢 還是要相當的時間 那你看呢 就是要清雄海上的那條件是怎樣呢 如果我們看 就是有些 上面那一隻呢 就是我們說的 大概是20-30年代 美國的那些叫精氣名論 你見到這邊 我們看那些 十九世紀的 美國的那些香謠電影 就常見到這些 船仔 的士林 現在好像還有一隻 那些 那就是那些叫的 這樣轉轉轉的 那 但是呢 十九世紀的梅 如果十九世紀初進是這種時候呢 十九世紀的時候 已經全部都是 降制的戰艦 用這個 當時的梅去發共 然後呢 又有旋轉炮塔 那一百元裡面 計算沒有了已經很大了 那而且呢 火炮上面呢 除了口徑之外呢 會有一些爆破的炸彈 可以擊毀對方的艦艦 也都可以引發火警的那樣 那所以你有呢 剛才那些海戰那麼複雜 科技進展那麼快 那所以呢 真理 少數國家呢 才有那個財政 也都要有那個領導 才可以發展到的 那而 真正的海上韓國呢 他們的人民呢 都是一些 集於海洋的人才可以的 因為我之前剛才說的 無論是水手 或者是船上 長次其作戰的人 他都可能都是要 與海維護這段時間才可以的 慢慢回合到那個過程 那麽 那麽講到的時候 就是提供一些思考點給大家 比如說 中人和國家都想搞海上的力量 但是 十九世紀的時候 如果再想這個 和海維護這段時間 真正正化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每一個因素 一齊去看才可以在這裏面 那麽很小 那麽 那麽其實就 原來主角我已經講了這裏面 那麽 那麽 我都憲心 那麽 那麽其實都不怕的 其實那麽 如果我給了這些思考 給大家 大家可以再想回 十九世紀 活這場戰爭呢 如果我們把這些因素 都一起去扭擂 那麽我可能對於 那麽戰爭的成敗呢 那麽的想法已經是 不再簡單的了 那麽我們說 那麽海軍那麽建設的時候 這麽條件呢 那麽傳統中作的 那麽常常有一點 要 主要我們叫水師 其實不是叫海軍 那水師呢 就七步調查它主的 當方多於這個海國的 那麽大家都不會馬上想到 正和下西洋又怎麽 是正和下西洋又怎麽 是正和下西洋又是南隊編人的問題 那麽我們要講它是sustainable 是否長時期 發揮到這種投入呢 這個是有關聯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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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很長時期 中國的假敵 都不是海上來的 中國的海原和活動呢 是很活躍的 但是呢 一路下來 他們的強敵 就不是海上的 直至到19世紀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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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久以來呢 就是在那麽多於這個海路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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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來了 那麽什麽呢 就是 мик一定是這樣 對不對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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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洋海軍就因為憤怒 當日中法戰爭的時候 北洋海軍做事不理 所以南洋海軍後來到北洋海軍遇難的時候 也都按兵不動 有這種辦法 我們昨天說了整個戰略的構想 其他問題包括了甚麼呢 當時的海軍統領的正月昌 其實是騎兵出身 後來李鴻章的洋縣有一個批評 純粹是政治酬弱 李鴻章覺得丁宇昌比較容易操控 所以就讓丁宇昌有北洋海軍的態度 這是一種辦法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說 丁宇昌本身是一個舊式官員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新一批的 就是那些學生的審問 即是福建省的 一堆人叫做大華寶寺 大珍 他們都已經有多八協 林彥昇等等 那以前很多的描述都提到 它內裡的一些麥克風 而軍費上面最主要就是 北竹大概在180年代的時候 就在188年其實整個男女已經成軍 但是之後那8年就是最缺乏的 就是再更新的男女的時候 有人批評過慈禧泰國的影響是最大的 但是有或者也都研究到 其實它拿的主要是一個 一個叫做紮色銀 其實就不是最關鍵的問題 但是始終整個男女的經歷很久了 所以另一個項目就是 他們買的男女是比較複雜一點的 因為有英國又有德國的男女 最初就是英國男女的主 後來也投入了德國的男女 其實也是有一點外交的因素在這裡 所以後來就變成了 這個男女裡面主男或者旗男 幾隻都是得妻的 但是側翼那幾隻比較慢一點的 雖然眼前老舊的就是英式的 如果看回當時的德盟的記載 曾經在英國就批評那些 德國男女就不行了 但是那些英國男女 其實都不是最新鳴的那一堆 所以再加上它的航速和制式是有分別的 這個都是缺點的 有些資料 希望大家可以再將來看 海灣和陸軍要做先別的 其實中國當時在整個渤海一帶 都有幾好的一個導致 問題就是打起來的時候 網上失控不了 這個呂信軍港 當時根據你 有人批評過 就是無奈外耳 以通縮地下轉運上間 因齊遠之隔海派 撤租空到陸兵的能力 有批評過 作為一個海港是好的 但不耐地的連接是有問題的 好了 原來我已經夠了 幾乎了 通常我們準備的東西 會有很多 所以在1980年代的時候 有批評那些男女 已經是很快 但是如果想回日本海洋的構想 其實我想說 入軍的構想 其實已經是足夠的資料 反而是日本海軍 整個構想是很盡碎的 譬如說明顯地看 168年的時候 已經在《宣傳》裡面 開放萬利之波圖 報國威於遠方 而整個當時的朝野大城面 對於他這個賭國的對外擴張 已經是很有明顯的構想 188年也是差不多 我們所說的 揮入立成軍的時候 三二友林曾經說過 我只要以力國強弱者 說明顯地是左近的 稱帝國對外擁有這個 所以要抗爬抗軍 所以假帝國很清楚 要跟中國鬥過才行 所以有一個時代的說法 就是那個時代 香港海軍的計程 差不多有五分之一 即它的支出 等於國家開支 每年的五分之一 之後下來 不斷地有抗爬 投入這個男女 所以有一個簡單的造詞 所以中日禁止大陸 日本的海軍 有三四一手軍 二十四手軍 二十四手軍 總臺比量 六一三七三軍 日本的海軍 也有驗途中的伴侶 而且很重要的 有明確的一個叫做精清方案 日本的三號部 也有所謂大廣營作戰記 所以這些時候 已經講不到 所以如果講到這個時候 給大家一個大戰略的背面 如果我們講打仗的時候 我們有所謂大戰略 有戰略 有所謂戰術 戰術是真的打仗的時候 在一個戰場上面 都使用過作戰術 但是如果戰略 是講整場戰爭 戰術是個別戰役的部署 如果講戰略 是整場戰爭的部署 而大戰略是牽涉到外交 術、假想敵 整個國防佈置 軍事和經濟的配合等等 其實我們都想到 日軍本身那個大戰略 已經很清楚地 在這個打仗之前 已經是呈現了出來的 所謂的大戰略和戰略 是使到一個軍隊進入戰場的時候 是處於一個最好的狀況 就是我們所說的 如果大戰略和戰略 是使到軍隊在最好的狀況的時候 進入那個戰場 但是跟著下來 就是我們所說的 actual fighting 真是打氣 在戰場上 八揮真的有多好 就是另一件事 我想我知道 今天我剛才講到這裡 給大家印象 就是中日雙方 進入戰場的時候 在1994年 9月17日 進入戰場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些少的分別在 我想不強而弱 有一些表證可以看到 而林鎮的八揮 已經是另一個層次 今天已經是講不到的 我希望講到這裡 大家有些激動的印象 時間所限 我們只要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